真正的修行 不在山上 不在庙里 在你面对烦恼的态度里 原创科云露有时候 我们体会不到当下的快乐 就是因为心头纠结着一些问题 但你没有直面它 也没解决它 因此 也没有真正放下它 活在当下 我记得一次网上聊天 有位朋友提问 大千世界有很多问题要思考 还要有这样那样的修炼修为 到底为了什么 我回答 为我们在当下更好的生活 这句话看来简单 做到并不容易 关于当下的说法 在中国有很多 特别是近些年 一些西方的 大量心灵修为的书翻译过来后 在年轻人中很普及 甚至很时尚 从本质上说 西方这些心灵修为的书 受近代日本禅宗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日本近代的禅学很讲究当下的概念 举一个例子 日本一些世俗之人向禅师问禅 可能你正喝茶呢 禅师会告诉你 你现在就一心一意的品茶 不必问这问那 也不必思前想后 就体会当前品茶的情趣 或者 你正在泡温泉枣 又问禅师 什么是禅 禅师说 好好泡枣 不要思前想后 问这问那 当下禅的概念 就是让人体会当下生活的全部情趣 现在这种当 下的心灵训练的法门不少 各种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书籍也很多 一些人看了很多 听了很多 也练了很多 甚至当下概念说得满天小 但实际上依然不能体会当下生活的快乐和奥秘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 你只要活着 不管有事没事 你总会在思前想后 吃饭 想着吃饭前后的事 走路 想着走路前后的事 当下 想着今天 明天 后天 以至大后天 很多引起你焦虑的事 或者想着以前很多让你懊悔的事 那么 要想做到活在当下 从禅的意味来讲 是要有一些训练的 这种训练就是要专心致志的集中在眼前的生活 眼前做的事 眼前进行着的活动 而斩断思前想后的各种意念 这是修为的一点技术 我们普通人平平常常生活工作的时候 或者比较闲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心一会儿就跑到十万八千里之外了 思前想后的时候非常多 那么 怎样进入当下呢 首先要进行一点日常的训练 这个训练就是 走路 只一心一意走路 体会散步走路的全部情趣 吃饭 好好吃饭 那些烦人的事 恼人的事 先不去想 好好品味饭菜的滋味 写字 专心致志的写字 不沾前顾后 想着 想那 静坐的时候 要更安安静静的做 使自己进入放松 自然的状态 以到家的概念来讲 就是置须及 手静度 这就是训练 在你放松闲祥时 进行这些训练 慢慢的 一点一滴的训练 日积月累的训练 你会发现 你能慢慢感受到当下的意趣了 这种训练 在比较忙的时候也能进行 你在工作或做某件事的时候 只管认真去做 但问耕耘 莫问收获 这样一来 你钻进去了 也就活在个人事业的当下了 许多人事一多 就心烦意乱 都是沾前顾后 想的太多的缘故 一切都是事不乱人人自乱 当然 不做一些日常的训练 想一上来就立马当下了 也属奢望 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的心灵多少年来 已经习惯心圆一马 到处攀缘 像风车一样停不住 本心守不住 额外支出 无效的胡思乱想和焦虑 分神分心 徒劳无意地动心思 消耗自己 降低眼前生活的品位 这个习惯的势力非常之大 必须进行训练 才能比较接近当下生活的奥秘 所以说 真正做到活在当下 不是那么容易的 直面当下的自己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 他在佛教修养方面 颇有心得 各种经 书看了不少 近现代的大德 他也都信仰过 学习过 之前 他曾多次跟我说过 活在当下的快乐 然而 前不久 他突然感觉自己的心很乱 有时心跳一分钟一百多下 到了晚上没法睡觉 也不敢睡觉 怕有生命危险 他去医院查了查 医生给开了药 他仍很恐惧 向我请教 我就笑了 说你不是会念佛吗 他说念了心也狂跳 我说你不是读了很多书吗 你按照书中的方法去做呀 他说一下子也不知道怎样做 我就说当下呀 不要想别的 他想了想 说做不到 一个人 如果学东西 没真正学到本质 遇到困扰时 有可能就是花拳绣腿 这个年轻人就是如此 我对这种状态 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于是帮他梳理了一下 他隐蔽的问题是 最近突然出现了 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和领导关系紧张了 内心有了莫名的焦虑 在和我对话之前 他不知道自己内心的焦虑有多严重 一旦把问题厘清了 才发现这件事在他心头有那么大的负能量 在我指出他焦虑的原因后 他明白了 一旦看清这一点 他发现自己的心率趋于正常了 我告诉他 直面自己的心灵 发现自己心中不宁的问题 并放下错误观念的执着 从而解决问题 这就是佛法说的当下 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 朋友们可以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来领会 我们在生活中 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 总有一些事在纠缠着我们 当那些纠缠我们的事情占据心头时 活在当下的说法就显得很无力 你说 我要专心吃饭 享受吃饭的快乐 我要带小孩散步 体会带小孩的快乐 实际上做不到 因为有烦恼纠结于心 所以 即使你懂得一些关于当下的修为技术 此时也不起作用了 比如怎样集中注意力了 怎样剪断前思后想了 怎样不要想昨天 也不要想明天了 都做不到 因为纠结的能量很大 就好像你突然遇到一件 使你感觉特别紧张 特别危险的事 你吃饭散步还当下得了吗 所以 要善于真正活在当下 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心灵修为技术 是什么呢 有人说 是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一切有违法不离自信 这句话是真谛 但如果不结合下面的内容 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句空话 当一个普通人遇到特别纠结的问题时 如果你不清楚这个问题 你已经被这个问题控制了 这时候一切回避纠结 不涉及问题的说法 都 是花拳绣腿 不解决问题 不信 你可以自己去体会 而不去正面解决问题 就做不到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就做不到当下 人要在当下很好地活着 有一点很重要 一定要直面当下的心灵 要不然你的当下很有可能是虚假的 你工作上特别困扰 干不下去 或在感情上有件事纠结于心 你却对自己说 只管当下吧 这跟没说一样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空洞的说教 没用 如果你不敢直视自己的心灵 把一切有问题的事情都掩盖起来 无视他们 以为在寺庙里住个两天就解决问题了 这只是把那个问题埋藏得更深了 使其更隐蔽了 表面上 你可能觉察不到他了 可他的反作用更大了 所以 我们要直面当下的自己 直视自己的心灵 要知道自己当下的心灵状态是什么样子 不明白这一点 一切有关当下的修为 都是表面文章 不解决问题 所以 有时候我们体会不到当下的快乐 就是因为你心头纠结着一些问题 但你没有直面他 也没解决他 因此也没有真正放下他 希望朋友们学会一种直面心灵的生活智慧 要清楚自己当下心头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达到一定水平 还能知道第二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这才是非常智慧 非常必要 非常实际的修为 不管有多少问题 你可以梳理一下 有一件大事肯定占据在你心头第一位 那么 它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比如 快要毕业的大学生 对毕业读不读言 找不找工作 可能是第一位的 抬婚乱嫁的年轻人 婚姻对象可能是第一位的 有了孩子的家长 孩子若成为问题孩子 对家长来说解决孩子的问题 可能是第一位的 相比起这些 其他事情与问题 都可能是第二位的 这就是按问题的轻重次序排队 它让你陡然明白 自己当下的人生任务 你要清楚心头前三位的大事是什么 梳理一下这些纠结于心的大事 正是他们 才能不莫名的烦恼和焦虑 此外 纠结你的事情 不仅有轻重之分 还有极缓之别 可能你最近的一件大事 是解决职场问题 但突然小孩生病 发高烧 那么 职场问题是长期的 小孩生病是短期的 那么 小孩生病就自然成为这两天最急的事情 一旦明白了这些 直面当下的自己 一些无谓的烦恼 该放下的也就可以放下了 高质量生活状态 人在烦乱时 要善于梳理自我 梳理过程中 纠结打 开了 烦躁也就消失了 然而 并不是每个人都善于梳理自我 因为 某些心烦意乱的表象下 所隐藏的问题和矛盾 有隐蔽和明显之分 明显的矛盾 容易梳理 有些隐性的问题 却不易察觉 这样一来 梳理自我就要慢慢训练了 有时候 我们感觉自己不快乐 但却并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仔细想一想 问一问 自己拿起笔在纸上写一写 慢慢扩清思路 或者和他人交流一下 联想一下 才能慢慢发现自己的问题 这是他的隐蔽性 我接触过这样一个人 他总会莫名地产 生一些烦恼和焦虑 在我的引导下 他经过一番扩清和梳理才明白 是因为对去世的母亲有一点愧疚 他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 对母亲有了很多联想和回忆 感到母亲在世时 自己有些事情没有做好 于是心生不安 这个不安 实际上在那些日子 一直蔓延 并影响着他 他找不到这个原因 只是感觉有一种 莫名的焦虑和烦恼 一旦审视清楚了 想明白了 也知道用什么样的行为 做一些调整和弥补了 他心中的迷雾 莫名的烦扰才去掉 他才知道当下的音乐 好听在哪里 当下的风光究竟美妙在哪里 所以 要学会只是当下的自我 发现 那些明显的或不明显的 纠结我们的问题 要学会将其暗中 轻 即 缓的顺序梳理出来 要能正视它 抵清它 找到解决它的方法 一时解决不了 该放下就放下 该舍弃就舍弃 该自我安慰就自我安慰 总之 要学会正视自己的心理 去掉纠结 淡化纠结 放下纠结 从修为的角度讲 这是最重要的心法 佛教讲的放下执着 这才真正体现出来 和我交流的许多朋友 我帮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使其直接面对自己的心灵 面对其生存现状 面对纠结他们的 诸种重轻即缓的问题 问题一旦发现 并解决了 你就会发现 不修为都比修为强了 你会明白 过去那种修为很表面 要是凡乱遁形 最重要的就是发现 让自己纠结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 抵清它 扩清它 再做到逐步解决它 放下它 很多时候 当我们发现它 扩清它的时候 问题就已经解决一半了 已经觉得轻松了 所以 一定要善于分析自己的心灵 看清自己的心灵 直面自己的心灵 你不理解它了 你委屈它了 你还想快乐生活 是不可能的 你让它默默的隐蔽的纠结着 自己跑寺庙去修所谓的佛法了 最终你会发现没有得到任何 要领 因为佛教修为的精髓之一 就是要能实时醒觉自己的身心状态 醒觉自己的心灵 你掩盖着心中的最大纠结去修佛法 连佛法的边都没沾 放下 不是对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 不是掩耳盗铃 掩耳盗铃的结果就是 跑了半天寺庙 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所以 许多人都说活在当下 但离当下越来越远 一位朋友有一阵很焦虑 一度丧失了正常的工作能力 我经过与他对话 发现他在现实生活中 目标定得高了 其目标高的表现 可能是多方面的 事业成功一点 更成功一点 钱挣多一点 再多一点 对孩子的教育好一点 再好一点 对父母的回报多一点 再多一点 回老家的时候 能再要阻容综一点 他觉得这些都是好的目标 应该努力坚持 结果他就很焦虑 他就开始跑寺庙 开始修为 修为的时候想着都放下 可他不知道他什么也没有放下 那么 我对他的帮助是什么呢 就是帮他把问题梳理清楚 工作要做吗 要做 目标稍微降一点 不可力不从心 孩子要接受好的教育吗 应该接受 但不要拍笔 父母要回报吗 要回报 要量力而行 没必要和别人拍笔 那是没有止境的 回老家 也 可以要阻容综一点 但大可不必累着 不要太贪心 把生活中实际的问题解决一点 他就解脱一点 都解决了 他就全解脱了 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放下贪嗔痴 人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情 否则就是贪嗔痴 所以 无论说顺其自然也好 因无所住也好 无为也好 当下也好 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要做的就是直视自己当下的心灵 发现那些隐蔽的 纠结自己的问题 并且梳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生活的有质量 或者说检验一个人的修为是不是很成功 要看其当下的生活状态 如果说你活的确实很幸福 很快乐 很祥和 不仅使自己这样 还使家人这样 使周边的人这样 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真正的修为 真正的高质量生活状态 1 2 5 3 4